然後我們來看一些簡單的題目 他說依據天狼星跟地球距離8.7光年下列何則推論不適當 我恰當 光他離我8.7光年的意思就是光走過來畫多少 8.7年 因為一光年就是光走近的距離 所以他離我8.7光年就是光跑過來要花8.7年 所以表示我看見的是8.7年前的天狼星 然後但是太空船的速度遠比我們的光速慢太多太多了 所以光要走8.7年我們不知道走多久 所以不是花8.7年過去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出 這題就是類似學測第一年考光速的光明的題目 學測第一次考光明就類似像這樣 就像這樣 OK 好 請問您 這個是類似學測第二次考光明的題目 學測第二次考光明就類似像這樣 你0.7 4.2光年 然後呢 光走1.9 9.46乘以10的12次放過 這12應該放在上面 這是有點錯的 然後呢 請問你 總共要花多少年 這個是類似學測第二次考光明的題目 好 應該學哪一 只要兩次考慮 上次考慮 一一 你幾一杯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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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難 很好 對 很好 對 他離我4.2光年 就表示光要走過來要花4.2英 所以就4.2 他那個9.46乘以12次方位做什麼用? 沒用 欺騙社會用 OK 好 所以答案就是4.2 這是類似學測第二次考光明就這樣考 第二次考完就這樣考 這一次你在寫第一課的時候 寫第一課總部學都會寫到這一題 貼出來的電影《知女星》做中繼站 1936年的奧運轉播傳到知女星 再立刻傳回來 然後被地球人接收到 知道那邊有人用東西回來 請問你收到訊息的時間是哪一年? 收到訊息的時間是哪一年? 知女星離我26光年 地球發出去收到立刻傳回來 地球人什麼時候收到? 地球人什麼時候收到? OK? 走 nel公室 對 霍師 承諾 abc出哪一個? c 你選的是C 有一些人會選1962年 因為他覺得36加26就1962年 不對 為什麼不對 因為之女星離我26光年 地球發過去要走26年 收到立刻再傳回來要再花26年 所以總共要花52年的時間 所以要加的是52 所以答案是1988 1988 這又是一些有關於光年的題目 第一題是類似學測第一次考 第二題是類似學測第二次考 這一題是我自己設計的 這題是我自己設計的 你在寫異科的總步行的時候 會寫到這一題 所以很簡單的有關光年的想法 要明白光年的意思 就是光走一年的距離 叫做光年 一光年就是表示光要走一年 就這樣子 好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OK